再下去是一个绿色的麻布 然后当刀剪夹在这个布上面的时候 它出现了 展开的那种层次感 那种自然的运质 我想它不一样 那么这个表现的 也是随着当时的感觉 在不知不觉中 就产生了这个整体的圆 但还没到最远 圆 未圆 这个中国的圆是圆满 这个有很多事情 做的不一定完全圆满 也留下一点遗地 朱伟白 自1981年开始 进入了转画的时期 它利用棉花棒 棉 麻 等材料 在画面上涂出了平面 透过剪 贴 表 歌 付与了作品立体空间 开拓了在传统的画 与雕塑以外的可能性 创作的意义来讲的话 在我的过程中 在我的过程中 只有这一件 只有这一件 你们就很开放的 它本身有了个蓝的成分 在里面 经过你们的水啊 它在胶 或者胶啊 在清湿以后 它把它的颜色啊 把它阴染出来了 这阴染出来的东西啊 创作之时 皆围绕人与自然当中 意想不到的收获 1965年 一道代笔 从表达生命感受 到今日的心灵进化 此具象提炼后进步出向 创作随着生命叠迁 而不断引化 道家这个也许在 这一种这个 朱伟宁老师的内心里面 是他自己的一个念 自己的一个理念 但是我觉得 至少他持续的 极简化的 处理这个东西 然后又没有那种 极简的量补 那这个就是动了 我这里面还有四方画 一幅作品啊 有时候意想不到的车祸 美点啊 那这个这是美点啊 跟着这个这个一样的 但是很调和 但是在这个上面来讲 也是画上面来讲的 它的很自然 很调和的 岁月的痕迹 这个比较那个纸啊 这个像这一点啊 就是一个字 一点就是一个字 它有的那个 那种字里寒间啊 有的段 有的联系的啊 有的空间呢 它是一段一段的 有的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更加升华并且超脱语言层次的思想 面对它的演作 你会受到影响 当它一系列的作品呈现的时候 特别是彻夜型 你会发现它的深度更多 然后细节更单纯 而不再带有 意义性的解释的时候 那时候最灭 天原地方 当圆的变化 这个圆的 这个是圆的 这个是圆的 这个开掉了 又的变化 空间变化 所以这个画里面 它本身就有一种 动幻的 另外一种 含义 花开不亦人知 它就敬乌之性 是敬它的本性 它不是说 你不看 我就不开花 你不看它 还是照开 这跟艺术创作有关系 艺术创作的目的 是我要自己喜爱 这个是 艺术的表现的真 不是表现的 无限的 开关的真 是表现 一个艺术家的 内心世界 和自然的 环境的结果 所感悟出来的 那种精神的真 也是天人合一的 那个精神裂寒的真 经过漫长的音量 漫长的领悟 最后悟出来 这种感受 所以一个艺术家的 最后的作品 不一定要讲究 量场 将就 进化 以深化的 精神的深度 还有 美的 纯度 还有 它 所 结合的 这个 岁月的 理念 还有 心情的 沉淀 这种感觉 一个生命短暂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短暂的生命 创作出来一个 在艺术上有独特的表现 独特的语言 独特的思想思维 会影响后人 那这个生命有些人 可能在几十年中不在了 但留下来的艺术是永恒的 优优独特的思想 优优独特的思想